屏東輝瑞BNT兒童疫苗 校園施打首日 安排仁愛 心意萬丹三孝 上午就有不少家長帶孩子來接種疫苗 雖然27號到29號 縣府已安排兒童BNT速打站 但還是有家長沒排到 只好到校施打 他開始的那個時候 25號開始 然後去排 然後就沒排到 所以今天學校有 所以才來學校哪 之前還沒打坐 會不會擔心小朋友就會 會啊 會啊 怕非常難 我們當知道BNT的時候 當天那天我就打電話 我去醫院問 然後就三天 結果剩兩天 我們都沒有拿到好碼 就知道我們學校 因為接種BNT疫苗民眾相當踴躍 縣府再向中央爭取撥補BNT疫苗 並請教育處統計施打醫院學童 原鄉家長也希望在校施打 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因為他們有的是農忙時期沒辦法帶小朋友去診所或者是那個衛生所 有的家長是怕群聚說太多太多人在那邊排隊 所以還是希望說在校園施打 自5月30日起 安排校園兒童BNT疫苗施打 規劃於本週內完成 本縣5到11歲兒童接種率已達66% 今日或中央播配3500劑疫苗 還會陸續播補 31日陸續還有2000劑BNT疫苗到貨 預計端午連假前能完成校園施打作業 縣府再次提醒家長 一通知時間到校不要跨校施打 原來西文巴朗 屏東來意 屏東市藏不到